牧羊女纪念塔比林的村庄 这天聚集了超过50位村民 大家跟着马来西亚慈禧之公 在村子里大扫除 不少村民都是和家出动 包括孩子 长者 都付出自己的一份力 其实之前村长就曾多次 要约村民一起大扫除 但成果欠佳 牧羊女村第一次的环境打扫 成果丰硕 地方政府将安置大型垃圾桶 鼓励村民养成妥善处理垃圾的习惯 改善村里的卫生条件 提升民众的健康水平 大爱新闻 这下美之公 江兴燕 杨文辉 印度报道